受社会风波、新冠肺炎疫情等内外环境影响 香港经济下行压力巨大 面对政府财政储备的锐减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近日在香港接受中心社 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指出 政府虽在短期内有财政压力 但总体来看财政储备仍然稳健 该用钱的地方还是要用 只是要更加审慎 在社会风波的影响下 2019年香港经济出现10年来首次负增长 而今年的疫情令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为舒坏民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特区政府推出的三轮防疫抗疫基金 和本年度财政预算设计于3000亿港元 令政府的财政储备锐减至8000多亿港元 这个水平还算比较稳健 在经济下行外汇环境困难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要帮助老百姓 我们要支持经济发展 钱的话应该用还是要用 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 政府的投资是重要的 我们投进去的资源 往后带给我们回报 同时间要审慎从事 要小心用 这个是要保持我们的财政几率 保持我们的财政储备 以至于保持金融稳定 作为基层出身的香港裁业 陈茂波移植信息百姓 为了让政府的财政开支 尽可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他频频深入社区 了解市民的困难和压力 中秋节线息 他回到自小长大的南山村 买水果和灯笼 探望街坊 倾听众多持分者的诉求 我觉得我们做官员 最重要要接地气 通过这些跟老百姓的接触的话 其实也让我们做工作 做政策的时候 不是冷冰冰的一些数字 里边是有人情在里边 有汉水在里边 有老百姓的期盼在里边 这个对我们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疫情下低迷的经济环境 令陈茂波感到忧心 他谈到 与内地尽快通关 是香港恢复经济活力的关键 特区政府正在跟内地 相关部门展开探讨 他认为 香港一定可以凭借 自身独特的优势 参与到国家的内外双循环之中 回顾过去一年 香港社会虽经历黑豹 和疫情的夹击 但依然迎来了阿里巴巴 网易 京东等大量优质中概股的回流 全球疫情肆虐 经济疲弱的情况下 仍有大量国际资金 持续流入香港 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数据 截至10月底 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余的数字 录得于4500亿港元 是2016年以来的新高 陈茂波坚信 国际资本的走向 打破了之前的种种猜测 投资者对香港仍充满信心 对我们金融体系 金融系统是非常有信心 这个也是用行动 打破了之前有一些猜测 说是国安立法了 美国所谓的香港制裁 会不会把我们金融中心 这个地位做成影响 现在还是这样说 就是这些国际资金 哪里有机会 哪里有前途 生意好 能赚钱 它就来 所以在这方面 最重要还是一方面 我们用好国家 给我们的发展 机遇 发展我们的金融中心 同时间在监控方面 要不断警醒银行体系 股票市场 外汇市场 粘动式的 一些全天空的监督 监督 这个工作 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 就可以在一个 比较稳的情况以下 利用好这些资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